嗨 大家好 近日芯片行业最劲爆的一条新闻 莫过于美国的一家专门做逆向工程和拆解的公司Tech Insights 在7月19日发布了一篇博文 上面提到 他们在公开的市场中 从一家专门生产比特币挖矿机的公司Manova那里 购得了一款最新的MV7矿机芯片 在把这颗芯片送回实验室进行拆解后 却意外发现Manova7所采用的7纳米芯片代工者 正是来自中国的龙头芯片制造公司中芯国际 而更令人吃惊的是 这款7纳米芯片早在一年之前的2021年7月 就开始批量生产了 我大致浏览了一下Manova在网站上公布的数据细节 这是一个19.3平方毫米的小芯片 由于挖掘加密货币而设计的 他们的矿机每个板子上有120块这样的芯片 而每台矿机需要3块板 总功率为3300瓦 这个消息的确令人振奋 要知道当今世界能做到7纳米 以及以上制程并量产商用的 就只有台积电三星和中芯国际了 而且都在亚洲 而欧美国家最精进的Foundry 是哥罗芳德的12纳米 而最精进的IDM是英特尔的10纳米 这里再给大家解释一下芯片行业的几类公司 Fabless Foundry和IDM 以及最新发展而来的Fablet Fabless从字面上讲 是Fabrication 制造和Less5的组合 也就是无精卷厂 这样的公司只从事芯片的设计和销售 而将芯片的制造 封装和测试等其他环节通通外包 这样做的好处也非常明显 资产较轻 初始投资规模和创业难度较小 转型也相对灵活 也因此 从事Fabless的芯片公司也最多 比如华为海思 苹果 高通 联发科 紫光展锐 马威尔 博通等等 接下来的Foundry就是我们常说的代工厂 它只是单纯负责芯片的制造环节 而不进行芯片的设计工作 这种产业模式 不用承担市场或芯片设计缺陷等 Fabless需要单线的风险 但缺点是投资规模巨大 维系产线稳定运行的费用也很高 而且还要持续进行研发投入来提高工艺水平 以保证不被市场淘汰 这类企业典型的代表为台积电 中芯国际 联电和格罗芳德等等 最后就是IDM 也就是集芯片的设计 制造 甚至封装测试 乃至后面的销售于一身的一条龙产业运作模式 既然自己全都做了 这样就减少了沟通等成本 各环节能更好的协同优化 有助于快速发掘技术潜力 但通常这样的公司规模庞大 管理和运营成本都很高 而资本回报率却偏低 所以这类企业并不多 主要以英特尔和三星为代表 以上我列举的公司都是有能力 设计或制造复杂程度最高的CPU SOC的 而设计制造其他类型芯片的也有 比如易法半途底和德州仪器 也都属于IDM 不过也正是因为IDM的规模太大 资本回报率又偏低 所以又诞生了另一种产业模式 叫做Fablet 字面意思即清清原厂 IDM为了降低制造成本 而实现更高的经济收益 将部分的芯片制造外包给了Foundry 自己只留下一部分 简单来说 IDM转向Fablet 用现在时髦的话说 更像是降维 其实就是为了经济效益的实时务 甚至连IDM的领军者英特尔 也都开始实时务起来 用台积电张忠摩的话说 英特尔也不能算真正的IDM了 因为它是台积电很大的客户 相对的降维容易 而升维可就难上加难了 AMD曾经尝试过 结果没有成功 后来将制造部门卖掉 于是有了格罗方德 这两年还把中国和马来西亚的 封装厂也卖了 射到这里做回了Fablet 好 在了解了以上三加一种 芯片行业产业模式后 出信国际 此次对于7nm芯片的突破 已经是全球能够制造7nm 以及以上制成的三家公司之一了 排在前面的是在3nm上 寻求突破的台积电和三星 紧随其后的是10nm的英特尔 和12nm的格罗方德 而就在7月25日上午 三星在韩国首尔南部的华城 举办典礼 宣布首批3nm芯片正式出货 而第一个吃螃蟹的是来自中国的一家矿机芯片厂 这跟中芯去年出货的矿机厂商Manova有些相似 而台积电计划将在今年下半年量产3nm芯片 客户未知 这样看来 三星在3nm制程上似乎走在了台积电之前 不过三星采用的是更新的GAA技术 而台积电采用的则是相对成熟的FinFight 最终熟悠熟烈还是有待市场检验 要知道当年三星的14nm 尽管在纸面上优于台积电16nm 还硬生生的抢来了本是台积电独享的苹果大单 不过最终反而在性能的比拼上败给了台积电 芯片行业这种广告式的公关和宣传还蛮常见的 但怪就怪在中芯国际这次却一反常态 不仅在去年没有见到任何7nm量产的官宣 甚至首个客户Manova在其官网上 也对代工厂的名字字字不提 直到一年之后的今天 才被专门做逆向工程的Tech Insights爆出 尽管到目前为止 Manova和中芯国际都对这个爆料不知可否 不过联想到2020年底 那次中芯国际爆发的梁孟松辞职风波 当时梁孟松在辞职信中提到了最关键的一段 我来中国大陆本来就不是为了谋取高官后路 只是单纯的想为大陆的高端集成电路尽一封心理 目前28nm 14nm 12nm和N1等技术 均已进入规模量产 新纳米技术的开发也已经完成 明年4月就可以马上进入风险量产 5nm和3nm的最关键 也是最艰巨的八大项技术 也已经有序展开 只待EUV光客机的到来 就可以进入全面开发阶段 这个明年4月应该指的就是2021年4月 不过当时很多人分析 梁在辞职信中是过分夸大了 其在中芯的成就 因为2020年才刚刚官宣 华为的麒麟710A 采用了中芯的14nm技术并且量产 而仅仅时隔一年 中芯就跳过了12和10nm 直接攻破了7nm技术并量产 这个速度甚至超过了台积电和三星 实在惊人 梁孟松在辞职信中所说的7nm风险量产时间 为2021年4月 而为麦娜瓦量产7nm矿金芯片 也是在同年7月 如此看来 梁孟松在辞职信中 对中芯国际7nm、5nm和3nm的研发进程 所言非虚 的确是说了大实话 既然说到梁孟松的辞职风波 那就顺便补充一下后续进展 幸运的是 梁孟松最终没有辞职 而是在2021年3月 由中芯国际宣布留任 并被赠予价值人民币 2250万元的宅底 年薪也涨至153万美元 而风波起因的另一主角蒋商议 回归中芯国际之初 就不加掩饰的 对先进封装技术前有途中 不过在延揽他回归的 董事长周子学 于2021年9月离职后 蒋商议也在同年11月 以有更多时间 陪伴家人为由宣布辞职 中芯国际的辞职风波 最终以追求先进制成的梁孟松留任 和追求先进封装的 蒋商议离任而宣告结束 这结果无疑对中芯国际 乃至整个中国芯片行业 都是幸运的 很多人说 梁孟松是为了千万房产 和年薪才留下来的 此言差异 2017年 梁孟松加盟中芯国际时 年薪只有区区20万美元 要知道 他的职务可是联合CEO兼执行董事 而到了2019年 在梁孟松将14纳米芯片的良率 从3% 提升至95%以上后 年薪也只不过增加至34万美元 而且这些年的薪水 梁孟松还全都捐给了 国内的教育基金会 这像他在慈离心中所述 他来大陆不是为了谋取高官后路 而只是单纯的 想为大陆的高端集中电路 尽一份心力 他要的也只不过是对他这几年 为大陆芯片制造行业 共享的肯定和尊重 而显然中芯国际此前并没有做到 所以我说 梁孟松最终能够留下来 这对中国芯片行业来说 都是幸运的 其实而已 1952年出生的梁孟松 尚且奋战在芯片科技站的第一线 对于尚且年轻的我们来说 还有什么理由可以挫脱岁月 而不努力拼搏呢 我们再说回中芯国际此次的7纳米芯片 在美国限制了EUV光刻机 对中国的出口后 很显然 这次量产7纳米的芯片 是来自DUV光刻机 如同 尽管DUV ARF光源的波长是193纳米 但利用多重曝光技术 是可以实现7纳米的光刻精度的 台积电的第一代7纳米 也是应用的DUV光刻机 而在没有EUV光刻机的情况下 你用DUV硬要实现5纳米 也不是不可以 不过代价也非常明显 以台积电5纳米为例 N5使用的EUV眼膜层数 就至少可以取代4倍的DUV层 换句话说 如果要用DUV实现5纳米 就会大幅增加制程的复杂程度和设计规格 进而降低良率而增加成本 很显然 这并不是一个最佳的选择方案 这也就是为什么 梁梦松在一年半前的辞职信任说 5纳米和3纳米只带EUV光刻机的到来 就可以进入全面开发阶段了 去年商用的7纳米芯片还只是矿金芯片 内部逻辑自然没有手机SoC复杂 不过那也只是一年之前的事情了 至于现在中芯国际在先进制程上的追赶进度 或者量产项目到底进展到什么地步 还真的很难说 鉴于去年7纳米量产后 中芯国际如此低调 甚至还要求客户不要在官网公开 代工厂的名字来看 实际上是深谷涛光养晦之道 目的自然是为了争取时间 此前美国对于中芯国际的禁令 还只限于不能给华为代工 和禁止ASML出口EUV光刻机 不过此次由于Tech Insights的爆料 说不准美国的禁令会再次升级 比如限制对中芯国际出口DUV光刻机 甚至要求美国和日本的公司 仅止出口原材料给中芯 鉴于中国这家完全不被美国控制的芯片制造公司 已经在先进制程上超越了英特尔和格罗邦德 美国人图雄笔线也是非常有可能的 至于后续如何 我们静观其变吧 好那本期视频就录到这里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有请 CUchs